大家好 我是文睿 昨天我做完视频以后 我看到了一条留言 这留言我一看我就笑了 他怎么说的呢 当然我记不住这个原话 大致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说 文睿就你这水平 也出来做视频 对吧 是谁给你的勇气 是那个梁静如给你的勇气吗 我看了以后我就笑了 但我对这个人 我没有什么意见 我只是觉得他这话 确实挺有意思 我想到现在 我一想你了 我就想笑 怎么说呢 就一段时间以来吧 就是总是有一些人 对我的这个视频 做一些评价 比如说这个文睿 这个知识浅薄 深度不够 或者说我这个总是标题党 或者是说 我这视频没有数据 等等这些事情 就今天跟大家来沟通 来聊聊这些 这一部分内容 就还有一个留言 我看到他是怎么说 他说这个文睿这个视频 其实也没什么内容 就是做的很一般 对吧 但是就是看这个文睿 人比较好 意思可能就是文睿 人可能比较老实 比较真常 所以他过来看 怎么说呢 就是对于我的视频 我对大家没有任何意见 我只是说什么 强调一点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 质量不行 就是你已经从我这 已经学不到什么东西了 得不到什么营养了 你就不要看 不要看 这个事情对你也好 对我也好 对你来讲 你可以节省时间 对于我来说的话 就是说如果大家很多人 只是抱着一种感情 说对因为觉得 文的人好过来看 这个其实对我没什么好处 对吧 如果大家都能够冷静的 不看我的视频了 这样的话 我就会看到 突然看到我的视频的 点击量就下降了 我就会查找我自己的问题 这样的话 我就不断的去改进 也是促成我进步的 一个因素 对大家没有任何意见 还是实实在在的讲 你觉得我的视频 对你没有什么帮助 你就可以很果断的 不用看 然后咱们输归正传 先说文睿知识浅薄 知识储备不足 这个事 以前我也聊过 这个事情 就说我完全认可 对吧 就是你们说一百遍 说一千遍 说一千遍 这个事情 我也是认可的 我确确实实是 知识储备不足 比如说 特别是历史 不论是中国历史 还是世界历史 包括世界的一些 什么政治格局 这些确实了解的太少 很多地方都是空白 你知道 所以大家看我的视频 你就会发现 我能做的内容是有限的 一般我就局限在 中国的政治经济 包括台湾的韩国 然后就是芯片 基本上就这么几块 就很多事情 我也没有时间去学 所以对于这些留言 其实我很感谢大家 你们在不断的督促我 去努力的去学习 但是我要强调一点 就是说 是不是知识储备不足 我就不能做视频了 就不能做一些评论的 做一些判断的 我觉得这个倒也不一定是这样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 有这样的经验 就有些人 他可能就是没有什么 太高的学历 也没有太多的知识储备 但是他可能看问题比较准 对一些事情 他就判断的比较正确 大家看到过这样的人 是不是 就是很多事情 你要想做出一些 正确的评论和判断 他的需要输入的知识 并不是说那么多 就有一定的知识 就基本的事实输入 然后就根据这个人 他的这种阅历 根据他的成长环境 根据他对人性的把握 他可能就能做出一个 比较相对准确的 这种判断和评论 所以说我觉得 虽然我承认自己知识储备不足 但是我觉得我做视频 还是可以的 有这样的资格 是吧 当然我不能以此为借口 就不去努力学习知识 我还是会去努力学习知识的 现在也是在学 但是我觉得 现在我还是集中在哪儿 集中在就是说芯片 高科技这一块 因为这个毕竟我觉得 是我相对的强项 包括台湾 韩国 还有中国 国内的这些事情 就集中在这些部分 去下工部学 很多事情 像历史 很多这些内容 真的是 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 也希望大家多多理解 就在这么几个点上 我觉得 我能做好 让大家还觉得 有一定的收获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然后还有人说我标题党这个事情 怎么说呢 这个事情 其实现在我是非常非常小心的 这一个事情 我尽量 我不去那么做 不去搞一个什么 夸张的题目 去吸引大家眼球 而且现在这么做 很多时候 它是会起反作用的 有的人还是会觉得 我标题夸张 说我是标题党 像这两天 做的这个视频 比如说昨天我做的那个视频 我说北京的情况 可能控制不住了 习近平的噩梦要开始了 这个我确实是那种感觉 这实实在在的讲 我的心里面就是那种感觉 虽然到最后有可能证明 它不一定是对的 但是我起码 在做视频的那一瞬间 我就是那种感觉 包括我强调 我说李克强 他的这个真容 一点点就显露出来了 他到底要干什么 这个也确实是 我是那种感受 当然在用词汇的使用方面 有的时候可能我会用一些 比较吸引人眼球的这个词汇 当然这都是 但是所以说我要强调的是什么 就是对于标题党这个事 现在我其实是很小心的 因为这个事情你要用多了 对于对我自己来讲 是没有什么任何好处的 当然你说我会不会有的时候 还会出现类似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事情只有10% 你给收成了70% 这确实是80% 这确实是标题党 但我目前确实存在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可能这个事情它只有50% 但我给收成了70% 有这么大差距 这个我是承认的 有的时候自然不自然的会这样 这一部分我还是会尽量去规避 尽量去小心 然后还有人说 没有深度 说你这太浅薄 没有深度 就对这个事情 深度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我的理解很模糊 但也可以给我解释 解释到底什么叫有深度 对吧 就是说怎么说 你说芯片高科技 这个东西很高深吗 很有深度吗 其实我仔细去研究过这个芯片 它其实基本原理很简单 它的那个基本的那个加用过程 其实很简单 就是哪怕是没有学过习的人 没有念过书的人 你给他大致讲 他就能能懂 那你说芯片的难在哪呢 就是难在这个就是 他可能要把一些基本的原理 基本的简单操作 他要重复好多好多好多遍 还要使用不同的材料 然后尺寸还越来越小 尤其说它是高深吧 不如说它是复杂 特别的复杂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事 很多都是这样 它其实那个基本原理 都很简单 它就是因为不断的重复 反复又不断的变换条件 所以让它使得显得很复杂 不懂的人 可能就觉得它很高深 很多事情就明摆了 我就用大白话 就那么说就是那么回事 对不对 你还要让我说的多高深 多深容 其实我有点不太理解 但是可能很多人 他所谓的有深度 可能他的意思是说 把这个事情 就是说很仔细的 前因后果 好好地分析一下 然后最后非常实实在在的 就是得出一个很明确的结论 对吧 可能是这个意思 我看到很多人都给我提 但是我觉得 它就是和你的知识储备 就有关系了 有的人可能通过一个历史知识 通过一个什么 其他的一些故事 就讲得非常生动 前因后果给你讲得很清楚 你就会觉得他讲得很有深度 我就不行了 我就只能是用一些大白话 然后根据我周围发生的一些事 我接触的人给大家讲一下 其实他道理都是那么个道理 这个我不是给自己辩解 我只是很真诚的 跟大家聊聊我的感受 当然还有人说我没有数据 这个我也承认 没有数据 这个原因吧 首先第一点就是 可能是我太懒吧 因为我做视频 我以前也讲过 就是一镜到底 我也不剪辑 也不加字幕 你一镜到底的时候 很多时候 你就要集中精力 一直输下去 你要是总是记一些数字 你可能就中间就 就得有停顿 你知道吧 这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什么呢 我觉得很多事情 你也没有必要去说数据 对不对 你说比如他比我高 对吧 这你就说了 大家一看就知道 他是比我高的 你没有必要说 我是1米75 他是1米85 所以他比我高 你没有必要说 把这个数据说得那么明确 我觉得很多数据是没有必要 但有些数据确实需要了 我也没说 这就是我比较懒了 当然也是我现在制作视频的 条件的一个局限 总之还是很感谢大家 就是不断的给我提出这些问题 我看到很多人 大家还是抱着为我好的态度给我提 我更加的感动吧 然后呢 我会在一点一点改进吧 行 今天聊这么多 咱们下一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